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故事发生在少女玛丽身上 今天是玛丽17岁的生日 她和好友菲利斯约好去看演唱会 离家前 父母送给她一条很特别的项链 女孩当即把项链戴在身上 开心的还给她们每人一个吻 一家三口极乐融融 温鲜和睦 不一会儿 菲利斯就来接玛丽出门了 一家人哪会想到 这一分开就是永别 两个女孩一路说说笑笑 刚步入青春期的女孩 渐渐开始关注其外貌 玛丽告诉朋友 自己身体比去年丰满不少 这是她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女人 菲利斯打趣说 两人去年还是陌生人 自己不知道她变没变 说话间 广播放送了一条通缉令 两个杀人犯伙同一个年轻女人 杀死两名狱警后越狱 同行的还有头领克鲁格的私生子约尼 镜头转向逃亡之附近的几个逃犯 克鲁格年轻时曾犯下三起谋杀案 杀了一个牧师和两个修女 由此被判处无期徒刑 据说她一直用某种药品控制儿子 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 年轻女人沙迪是克鲁格女友 警方形容她强壮又粗野 第二个通缉犯幼鼠 同样是个穷凶极恶的男人 四人藏匿在一间小公寓 悠闲地享受逃亡生活 沙迪泡完澡被克鲁格爆出浴室 两人玩闹时 幼鼠也凑过来想加入 来点刺激的三人游戏 沙迪不耐烦地拒绝两人 说除非这里再多几个女孩 这样才能公平一点 旁边的渊妮一直在为杀敌帮枪 克鲁格有点恼火 气急败坏地把她赶了出去 此时夜幕已经降临 玛丽和菲利斯正在城区闲逛 为了帮乖乖女玛丽庆祝生日 菲利斯决定搞点刺激的东西 街边时常会有些贩卖特殊药品的混混 她四处张望了一下 注意到公寓门口有个瘾君子模样的男孩 这人正是刚被父亲赶出来的渊妮 菲利斯上前问她有没有麻糖 得到否定的答案后失望离开 谁知 渊妮突然想到杀敌的话 又把两人叫回来 说自己这有更好的哥伦比亚货 商量好价钱后 他们跟着渊妮回了公寓 女孩们进门前 渊妮随便给右手和杀敌起了两个名字 就在他们进门的瞬间 她猛地插上了门锁 另外两人也露出原形 兴奋大喊道抓住他们了 杀敌和右手上前围住两个女孩 克鲁格把奖品扔给渊妮 装出一副友善的样子走向女孩 说自己只是需要几个伙伴 与此同时 在玛丽的家里 爸爸妈妈正在给女儿准备惊醒 两人把房间布置得比圣诞节还华丽 母亲还亲手做了个生日蛋糕 怎会想到 女儿已经身陷糊口 另一边 三个坏蛋围着女孩们放肆调笑 菲利斯个狠狠地威胁他们 再不开门 自己就要尖将了 右手一脸无所谓地掏出刀 把她逼到墙角 她的反抗 反而激起了两个男人的兴趣 沙迪从后面控制住菲利斯 克鲁格刚解开她的扣子 右手就凑上来了 女孩嫌恶地催了她一口 惹得她掏出刀就要动手 克鲁格伸手拦住同伴 提醒女孩说 他们不想第一个晚上就杀人 下一秒她就出手 把女孩打倒在地 和另外两人一起扑了上去 玛丽无助地站在旁边 眼睁睁看着他们侮辱了好友 而此时 她的父母已经准备妥当 夫妻俩甜腻的 仿佛热恋中的年轻人 只等他们的小公主回家 第二天一大早 逃犯们偷偷从后门溜走 把两个女孩塞进后备箱 扬长而去 玛丽父母一夜都没等到女儿 音乐会那边的经理说 演出凌晨两点就结束了 父亲准备再多等一个小时 虽然她也很担心玛丽 但还是安慰妻子 别想太多 夜不归宿说明女儿已经长大了 干脆让她玩得痛快一点 此时几个逃犯已经逃到郊区 他们开着跑车在山路上飞驰 兴奋地谈论着 本世界最恶劣的最爱 可是没过多久 好车就出了故障 竟然不得不把车停在路边 克鲁格打开后备箱拿工具时 费里斯狠狠咬了她一口 她顺势把两个女孩拖出来 逃亡的路上肯定不能叫修理工 既然没法继续赶路 他们决定再玩点刺激的 就在这时 失神的玛丽偶然一转头 猛地瞪大了眼睛 右手身后的邮箱上赫然写着她的名字 显然他们现在就在她家门口 然而遗憾的是 警察虽然正在她家调查 却并未把少女失踪的事放在心上 年轻人在城里消失几天的案子太常见了 警长品尝着美味的生日蛋糕 随便敷衍了一下就离开了 警车刚驶出车道 就遇到了逃犯们停在路边的汽车 可是他们并未关心此事 更是没机会知道 逃犯此时就在一公里外的树林里 正准备大肆折磨手里的两个女孩 开始前 克鲁格威胁菲利斯说 如果她不乖乖按照几人说的做 右手就会拿刀割玛丽 接着他们就放开了菲利斯 克鲁格面无表情地看着女孩 命令她尿裤子给大家看 菲利斯回了她一个厌恶的表情 这恶人说到做到 当即命令右手割伤了玛丽 无奈之下 为了同样无助的好友 菲利斯只好乖乖照做 克鲁格又命令她脱裤子 女孩往远处走了几步 背对着几人脱下了裤子 这时 右手推让着玛丽走过来 让她动手打好友 约你躲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幕 犹豫再三后 她终于跑上前制止 提醒他们 再玩下去 又闹出人命了 迫于父亲的淫威 她提议让女孩们互相亲热 一边的沙迪听到这话 兴奋极了 几人仿佛获得了天大的乐趣 纷纷围过去看好戏 见菲利斯把玛丽护在怀里 两个男人毫不留情地 扒掉了他们的衣服 玛丽崩溃大哭 菲利斯知道 当这里只有他们两个人 而这是警察在做什么呢 他们只是无所事事地 坐在办公室闲聊 即使接到玛丽父亲的电话 也只是敷衍了事 不久后 克鲁格觉得有点玩腻了 她叮嘱右手看好两个女孩 自己走进树林准备看点木柴 菲利斯见领头的人离开 心中马上有了想法 她请求右手 让自己把衣服穿上 玛丽还躺在地上哭泣 穿好衣服之后 菲利斯趴到玛丽耳边轻声说 一会儿自己要逃跑 几个人追过去之后 她就跑出求救 说完这些 菲利斯往右手脸上扬了把沙 越过她拔腿就跑 右手和沙迪赶紧追上去 把玛丽交给玛丽看管 菲利斯灵活在树林间穿梭 好不容易把两个人甩在后面 眼前却突然出现条河 眼看就要被他们抓住 她躲进了一边的山洞 右手和沙迪见女孩没了踪影 赶紧分开寻找 另一边的玛丽正劝玛丽放了自己 她摘下项链 带到约尼脖子上 骗她说想和她做朋友 还告诉她自己父亲是个医生 可以帮她治疗毒瘾 远处传来右手大骂的声音 玛丽赶紧把约尼拉起来 试图让她跟自己回家 两人僵持的时候 菲利斯已经跑得没有力气 很快就被沙迪抓住了 退让间 她举起石头打伤对方 继续往树林身处逃跑 不幸的是 就在她跑得筋疲力尽 终于看到马路的时候 克鲁格突然出现 和其他两人一起拦住了她的去路 就在此时 一辆警车从他们擦肩而过 两个警察从广播中得知 刚才停在玛丽加路边的汽车 正属于最近越狱的几个逃犯 他们匆匆赶回女孩家 错过了又一次陷入虎口的菲利斯 克鲁格被女孩的逃跑行为激怒 直接在路边割伤了她的脊椎 三个人盯着女孩往公路爬 眼神就像毒蛇一般无情 克里斯拼命爬出去不远 终于跌倒在树边 动弹不得 沙迪和右手合力把她抱起来 克鲁格接连几刀捅下去还不够 沙迪又接过刀子 在她肚子上开出个口 把肠子掏出来把玩 不久后 三个人终于玩够了离开了 此时玛丽正拖着约你往家的方向逃 两人还没跑出去多远 竟然和那三人迎面相撞 克鲁格一把推倒玛丽 女孩问她菲利斯去哪了 后面的沙迪拿出菲利斯的一只手 玛丽看清那只熟悉的戒指 发出阵阵尖叫 三人不理睬她的声音 还在她胸前刻下了克鲁格的名字 眼看着父亲再次在女孩身上犯下兽形 约你终于流下了眼泪 克鲁格结束之后 玛丽静静穿好衣服 走到一边呕吐起来 她跪在地上请求上帝带走自己的灵魂 听着女孩祷告的声音 三个罪犯嘴角的笑终于消失了 如今的玛丽仿佛是具行尸走肉 她默然地穿越树林 缓缓走进没到胸口的湖水 三个人紧紧跟在后面 克鲁格要过同伴的手枪 当即结束了女孩的生命 另一边 两个警察赶往玛丽家时 警车突然没油了 无奈 两人只好徒步前进 此时 逃犯们已经洗净一身血污 他们换上了干净的衣服 准备去找地方借宿 而附近唯一的住宅就是玛丽家 警人换上正装走进去 显然一副良好市民的样子 不知情的夫妻俩热情接待了几人 附近的修车厂很快就关门了 家里的汽车被玛丽开走了 不过 他们有足够的房间 可以留几人借宿一晚 右手很快就发现了玛丽的照片 他兴奋地把照片递给克鲁格 这下游戏更好玩了 虽然女儿已经失踪两天了 善良的夫妇俩还是以礼待人 招待客人们吃了顿丰盛的晚餐 吃饭时 两人注意到这些人举止粗鄙 便问起他们的工作 说话间 楼上的约尼突然开始大声尖叫 父亲已经很久没给他要了 他脑海里不断回忆白天的场景 失控地喊出一声又一声对不起 克鲁格赶紧上楼制止他 右手随便找了个理由 骗过了夫妻俩 吃完晚饭 三个人躲进卧室休息 渊妮身体不舒服 跑进洗手间不停呕吐 女主人被他呕吐的声音吵醒 赶紧跑过去关心 玛丽的项链还在渊妮脖子上 妈妈看到熟悉的项链心下一惊 但她没有表现出来 把渊妮送回房间后 她偷偷去翻开了解人的行李 里面的衣服满是血迹 不仅如此 妈妈还听到解人说什么 杀了他们的孩子 她赶紧叫醒丈夫 两人偷偷溜进树林 在湖边找到了已经死去的女儿 午夜 右手梦到玛丽父母 把自己绑在手术台上 她不安地爬起来 在客厅遇到了失神的女主人 玛丽妈妈说自己被小狗惊醒 逆时半会儿还睡不着 右手毫不掩饰自己的目的 试图和玛丽妈妈亲热一番 她拉着女人要去沙发坐 妈妈赶紧拦住她 顺势把她骗进了树林 此时 玛丽爸爸正在地下室寻找武器 找到猎枪之后 她在家里布下了一堆陷阱 又偷走了克鲁格的手枪 她还没离开房间 另一边的妻子已经准备下手 两人一路走向湖边 右手让女主人绑住自己双手 看来她这人有点特殊癖好 接着 又让对方拉开自己裤子 玛丽妈妈蹲下身 趁她最兴奋的时候 一口咬下了她的工具 右手的尖叫声 惊醒了睡梦中的克鲁格 玛丽爸爸举着猎枪对准他们 克鲁格突然拉断灯线 黑暗过后 她跌跌撞撞跑进客厅 和男主人扭打在一起 玛丽爸爸很快就站了下风 两人争执的时候 约尼突然冲出来 她举起手枪对准克鲁格 克鲁格丝毫不慌 还指着儿子教她怎么使用 她太了解懦弱的儿子了 在她的威逼利诱下 约尼竟开枪了结了自己 玛丽爸爸趁克鲁格不注意 跑进地下室拿出了电锯 猎枪和手枪都没子弹了 克鲁格锁上地下室门落荒而逃 玛丽爸爸直接锯开门 恶狠狠地朝她冲回去 大门早已被锁死了 在克鲁格和玛丽爸爸对峙的时候 沙迪趁其从后门跑了出去 刚好撞上赶回来的玛丽妈妈 两人不可避免地扭打在一起 沙迪打不过愤怒的母亲 然而 就在她要继续逃跑时 玛丽妈妈举着刀冲过来 轻易便了结了她 两个警察走了一个晚上 终于在这时赶了过来 就在他们踏进大门的瞬间 玛丽爸爸也杀掉了克鲁格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比起以前看过的各类恐怖片 本片确实算不上惊悚 也算不上恐怖 能迈入竞片的行列 其实是出于事件的真实性和残忍性 几个没人性的暴徒做尽了坏事 闯进受害者家中也丝毫不心虚 最后终于被愤怒的父母了结 结局可谓是大快人心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师姐的伙伴 别忘了点击订阅关注师姐哦 我们下期再见